平时咱们做美食 今天整点小剑子 小潮team开什么车 小傲我来说一说 让美食区能找我小傲 汽车区咱也能玩爆 放心这期视频它没有广告 让我们来看看 小潮team的运用车 是什么 Let's go 今天我正式宣布 我的第二个身份 小潮team的运用司机 马哥就习惯坐我开的车 他坐别人开的车 就是运用车兔 这个车 首先它有一个 非常长的一个大连屏 这个大连屏非常的帅 但是我觉得机械感刚才好 所以咱给它拆了 让老板给它换个机械 别动手动脚 你给车拆了干什么 换个机械 机械再更舒服了一点 这个大连屏 它有好有坏 好处就是非常的方便 各个地方都是可以触控的 要什么功能 我们直接在屏幕上 就可以调节了 但是它有一个 比较致命的缺点 白天那个亮度 到了晚上 它还是这个亮度 如果你开车 比如说进了个隧道 隧道里不黑了吗 直接一个散光弹 直接跑去脸上 就是这个屏幕的亮度 不会自动变暗 对 我一直都是手动调的 但没有那个自动调节 所以这个应该 肯定是一个缺点 也有可能是你 弱智不会调 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还是 拆了我机械 这个车的操控性稍微差一点 因为这个车 太长了 这个车在外观上 整个将近5米3的一个长度 而且 看这前面 我先到这了 前面还有一段距离 在车内 车外 还有一段距离 这个后面这个视角 看着一望无影 感觉后面有一个宇宙 这个拐弯就是 重靠缘分 这个后视镜的盲区也大 反正就是 慢点开 注意安全就行了 还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 就是我前面这个天窗 它手动的 老板的天窗自动的 听着吗 这不能一起做个自动的 这点手动 我再来回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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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听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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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用的就别管啊 听着吗 老板不是全是手动的 那个老板那个 有时候工作忙忙 劳累啥的 用自动的其实也行 就是省事嘛 老板走到今天 不是西湖走过来的 给我自动天窗 你有意见吗 挺方便的觉得 小潮停用御用老司机 开车就叫开飞机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是坐在哪 现在我来到了副驾里的位置 副驾里的位置坐谁 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了 副驾坐的是我们黄哥 这时候有观众问了 黄哥为什么坐副驾 不就问了 不是老板找别人呢 就是要是这么孤立都还好 我太过分了 其实并不是 因为后排啊 黄哥他进不去 首先是过道他进不去 太挤了 而且他坐后排 一个人占俩座 马哥辛辛苦苦赚钱 买了七座车 变成六座车了 性价比直接降低了 他能乐意吗 太对了 他直接就不乐意 直接舍弃 直接开除黄哥 这是你想开除 不是不是 你要顶替海黄的位置 他坐副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是什么呢 我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海黄坐在后面 相当危险 对 直接直速上升 他坐后面 他的这个配重 屁股重 头行 那在这个行驶的过程 尤其是高速行驶的过程 那就会有明显的翘头的这么一个现象 如果车翘头了 废了 直接弹起来了 如果风再一大一点 这个冲击感 一下这个车旋转了 大风车 所以这黄哥也在前面增加了配重 对 这样车头能压重 整个车的流线型可以较低 这个空气动力学就体现得淋漓尽致 虽然是副驾驶 但是他这个座椅调节都非常方便 非常舒服 而且后面这个开门 是那种横拉似的门 要等 副驾驶下车就贼 副驾驶下车就贼方便 对 方便给老板服务 他提前下来了 下雨天给老板打个伞 门拉开了 伞也在旁边了 哎呀 骂呀 你想的也太周到的小孙 必须的 这小服务必须给你配套套 还有一个功能 老板在后排 直接可以调节副驾座椅 这个呢 算整个车的一个优点 但是对于黄哥来说 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缺点 黄哥平时在这儿好好睡觉 老板觉得挤了 直接就可以把黄哥给夹死 我没事 我爬牙 别别别 救救我 哎呀 你就急点呗 为了老板做的宽敦点 你牺牲应该怎么了 老板从苦过来的 一路走歇苦后前 终于能长寿一下 就是感受一下这么长的车 那么舒服的空间 你就期待怎么了 也行 也行 还有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缺点 全车最大的漏洞 我当时就不知道怎么想 我非常不理解 就是这个车 它的名字 为什么不是我的 所以这是名 你为什么就在意这种名分不名分的东西呢 就是有一种归属感嘛 你的意思是改成你名你就开心了吗 也没有 就是觉得有点缺陷就是 不是你名还是缺点了 不是我名也行 其实我就是非常理解那个 不是说是缺点吗 现在我改改变想法了 而且前排这个座椅还有通风加热 它的视野也相当宽广 所以不是黄哥跟老板不融洽 而是黄哥的后面挤不下 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 现在我们来到了老板位 这个位置真是相当的哇塞以哇塞了 哎呀妈 这腿都伸得贼直 宽敞以宽敞 舒适啊 航空级作业 偷等舱 带有小座板 小座板 直接在这办公 哎呀呀呀 行行行 别工作了 哎呀别工作了 哎呀太累了 太累了 休息休息吧 你别工作了 坐车就别工作了 它还有这个VIP座椅模式 脚踏放下来了 老板腿不够长没关系 可以往前坐一坐 老板坐这 小腿一蹬 小腿一盖 直接走了 哎哎哎哎哎哎 怎么走什么走了 车走了车走 什么一蹬 你在这休息嘛 我开车就行了 小腿一盖走了 车走了 人不能走 真的舒服这个位置 这个能不能给后面人挤死啊 没事它后面有防夹功能 哦有防夹功能 如果后面有人坐 你就根本躺不下 把后面的那个人开除 我后面坐的谁来着 高斯 把高斯开除 高方 没办法 职场就是这样的 财酷又现实啊 高了 不是广告啊 真不是广告 这是我们真实的用车体验 当然这个车缺点也很多的 嗯 但是它优点也是不错的 它性价比 我觉得比较高 我这边你看 有个小显示屏 我一点开 哎 这个显示屏 它就会立起来 立起来之后 它这个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缺点 这个开机屏幕的时间 极其的长 哦 现在还没开 哦 开了 终于开了 哦 开 你这个要等它这个时间 你就已经不想按摩了 对 好吧 就非常麻烦 对 这上面就是一些调节功能 调节了 温度了 按摩了 旁边有机械按钮 可以用机械按钮也可以 但是它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每次我跟司机聊天的时候 嗯 我喜欢敲二男腿 对 我这个板子 我又懒得把它关上 嗯 我就会 看了没有 哦 啊 这个地方会卡腿 它敲得太高了 而且这个地方 它很容易断 我感觉 我一使劲 它就给我弄 给它弄断了 可是我更喜欢 就是用机械的那种按钮 就这种屏幕似的 就只能显得 有点廉价的高 那种机械的感觉 它来得更快 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现在要上车 嗯 你看这两边夹死了 按这个 就方便于上下车 你看两个座椅 它会这样 分开 分开 然后 这中间 过道不就流出来了 这个走路的空间 坐在后面的人啊 还是上车 下车比较 稍微费劲一点 而且后排的座椅 也是相当舒服 你坐着干啥呢 体验一下 嗯 体验呗 嗯 行行 行 真舒服 这老板胃呀 下次我能坐一坐 你看一会呗 什么毛病这一天 毛病太多了 以自信比较好 现在我所在这个位置 是跟老板同级别的一个顶级航空舱座椅 就是羊头人的位置 为什么会是羊头人呢 我怎么想也想不清楚 为什么这里会坐的是羊头人呢 不是羊头的身份柜 这是最佳摄影位呀 原来如此的 我还以为羊头身份贵呢 不应该 就是个人事而已 就是人事怎么能坐在这呢 就是 公居员 对 这边的配置跟老板是一样的 老板这边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 全车唯一的一个充电器 其他员工不许玩手机 那上班时间怎么能玩手机呢 通勤也是上班的一部分 太对了 所有人应该沉思 反省 无日三行无身 是吧 路上的反省 还有老板急运的仪器 还有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那这边有个背架 可以放两个这个核桑粉 这边还有个背架 来看一下这边这个冰箱 这个开起来啊 我是觉得全车最弱智 最傻的一个设计 我坐在主驾驶 肯定是右手去开嘛 那我右手去开 我还要这么掰 你看就会很卡你知道吧 它按钮放在了中间你知道吧 就这个很别扭 然后呢这边有一个小冰箱 就如果说纯放两水的话 是能放两瓶 老板肯定得喝一瓶 司机得喝一瓶 司机的渴了啥的开车不行 对对对 是是是是 是是是分配的好分配的好 杨同仁老师 采访一下你坐这个位置 有什么感想吗 怎么事 你怎么这么狂 怎么事啊 我坐这个位置 你坐什么位置啊 你坐这个位置 是因为这是最佳摄影位 你在坐这吗 啊 这么事啊 才能感受坐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舒服 就是我坐这个位置吧 我就不想拍摄了 这能行吗 就是它 它有点过于舒服了 你知道吧 拍摄一天下来啊 身上酸痛无力 它的意思是就它累 我们不累 哦 你这意思啊 哎呀 负重嘛 我负重了整个公司呢 就是 我的压力很重的 其实呢 这个位置吧 主要就是为拍摄而生的 其次这个座椅非常的软和 你浮现眼镜 眼镜就掉了 好好好 所以你座椅的按摩功能静止 把屏幕一会儿 给我拿胶带给我沾上 好嘞 你看这些小桌板啊 我呢本来想着放点什么 镜头啊 电池啊 内存卡什么的 结果呢 这个桌板上全是饮料 这一桌板上全是老板的零食 这老板用你小桌板放一下 不行吗 大家累了吃点喝点甜水 这不很正常吗 从他的言语 听出一丝不得意 他有一点抱怨的在里面了 也没有 我就 我就现在在想 咱们这个阳村要怎么拍了 那个平时那个桌收拾一下 其实也行 他想要什么 可以为他这个提供的需求 没事 我们是一个团结的大家 是吧 是吧 那个没事 以后我脚不会再放到你桌板上了 先喝点东西 滚出去 好 现在我们来到了高斯的位置 高斯他坐在最后方 但是他后面 老板东西没大的挖 那个老板那个车 老板买的车嘛 车里挂点他的东西很正常 那你帮我帮我弄什么意思 就是给大家介绍 党粉丝那个视野了 那你就是为了观众 我可以理解你 你干嘛 他那么好 这么爱观众 你看 你下次这个处理方式 这个态度的这个改正 好好好 这个高斯他坐在最后方 可惜他后面没有窗 这个窗打不开 但是他有一个资外联 虽然他不是 虽然这个资外联 他不是自动的 但是手动偶尔挂上去也行 你轻点他不就挂上去了吗 你那么暴力干什么 你那么暴力干什么 你为什么那么暴力呢 都是 都是配价 很贵的 很贵 高斯坐在这个老板的后面 他就用到这个防夹的功能 老板有时候没事想 舒坦一下 舒舒舒舒 他可以发出警报声 老板一旦往后移 他在他边 有一个警报 有警报的功能 还有对司机有一个好处 因为这个车太长了 我有时候后面可能兼顾不到 高斯后面可以给我当一个定时雷达 可以提醒我 后面要撞了 或者是侧面离得太近了 他后排也可以调节 后排的放躺程度 也是相当的舒服 后备箱不放东西的情况下 你就完全可以躺着 缺点来了 后面想放东西 后排就放不躺 你万一后面想放点什么东西 挤脚也没事 万一后面想放把箭呢 你这么一躺 那箭直径就传掉来了 哎呦我去 那太危险了 那直接都自杀了嘛就 还有一个缺点 后排这个音响就在耳边 一旦放点音乐 或者什么雷达声 长点高斯就聋了 这不森林其境吗 这有点太森林了 现在高斯 靠着这个 想要睡觉 这种音响 突然车启动了 放弃了DJ 这一下子啊 刺耳欲聋的不 还有一个功能 在后备箱拿东西非常方便 对 比如说你要拿点什么 前面要什么 拿 哦我的手卡住了 哎 鞋链来了 当手卡在后备箱 与座位之间的时候 他的另一只手 够不到这个调节 组线安全 哦 no 解救出来 你试试来 兄弟去拿东西 先兄弟去拿东西 然后拿出来 哈哈哈 真拿不出来啊 真的拿不出来 我再进去出去 我再进去出去 哈哈哈 这个是相当危险的 这个吸力坐在高斯旁 因为吸力 它腿太长 这腿得放这个过道 利用空间嘛 哦 对直接放那了 吸力坐这个位置 它什么都没有 就只有一个东西 安全带 这个安全带 在这上面呢 你能不相信 掉下来还能容易打着头 所以说拉起来的时候就直接给系上 就直接系上 老师 别 系上了 系安全带的时候还容易误伤到其他人 其实是你会误伤到其他人 对对对 我们系安全带也有点危险 它会直接弹回去 缩回去 但是一般我会用手扶着 这样它不就不危险了 太吓人了 然后它这个有一个防止打到人的一个措施 那么角落里是采用人 坐在车里它磁磅死 反正它也不说话 占的空间还不大 那么这个整个想要介绍的 就是我们现在人人的这个分配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后备箱非常的方便 这手上看 后备箱的位置已经被后排给挤没了 有一个非常方便的功能来了 只需要一按同步调节 放大后备箱的空间 这样后备箱空间不就出来了吗 这时候你可能就出 现在的后备箱它也不大呀 再一届给它放到最大 展示 这后备箱 一下就大起来了 直接就把人弹射进去 这后排这个彩虹人吸力高丝也就 没了 你看现在的后备箱的大小 都能坐个人进去 我一盘腿 这多好啊 哎 哎 哎 别 哎 哎 干啥 哎 干啥呀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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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这 了 那么这一期呢 就是小偶说说的全部内容了 以下就是马个儿为我们准备的御用烧物车 太舒服了 感谢大家 感谢马个儿给予我们的一切 那么这一期就到这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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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走了 哎 你给我弄下来啊 呃 帮 来个帮不 别别别别 别别 兄弟兄弟 我害怕 我害怕 哎